美麗好料理健康跟著妳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健康美食 在今天很高興我們為您邀請到一位美女主廚 要來教大家做創意的好料理喔 先來歡迎她 這位是鄭宇彤 愛宇彤妳好 妳會緊張嗎 其實我好緊張 第一次誰不會緊張 不會 好 妳的笑太大聲了喔 那個想問一下那個芋頭 像妳這麼漂亮 妳粉絲應該很多吧 沒關係 男人是說粉絲嗎 男人是不是應該要說粉條 不是那個當混那個粉絲 我是說像妳在餐廳做菜 應該有很多客人是為了看妳去的吧 應該是不會 妳們都躲在廚房嗎 就悶在廚房就好了 對 但是妳們廚師不是偶爾也要出來晃一晃 比如說跟客人介紹這個菜啊 客人是本身的腳不腳不腳不腳 很高 真的喔 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在廚房裡面 對 那妳那時候是怎麼進這一行的啊 從做輕食的東西 輕食 漢堡啊 什麼什麼的 類似那種東西 然後可能就會拼命抽到的東西 然後我會發現 欸 很好玩 妳是說做這些食材很好 對 就很像在做很多自己的一個作品 然後去完成它就會 哇 很有成就感 酷耶 對 所以妳一開始是從 什麼樣哪一類的料理開始做 最早接觸的是 輕食類嘛 輕食類到日本的 像什麼早午餐之類的嗎 對 對 後來就從 然後到 到 台灣人就中餐嘛 但 可能礙於很多 女生的一個限制 可能女生可能 妳如果要走到中餐可能會很辛苦 妳可能會 永遠就是 或許會這樣子 可能發展的可能性可能會比較 沒有那麼的寬廣 妳是說女廚師比男廚師的發展更受限 對 為什麼 那中餐的廚房可能又會比較熱啊 可能他們的廚房可能 真的限制會比較多啦 可能我們體力上啊 可能也沒有 是 體力 體力是個考驗 沒有辦法 嗯 所以以比例來講的話 女孩子真的很少齁 其實還好 因為現在 西餐比較多 餐飲學生那麼多了 對 那你看我們西餐文化 我們做菜不一定要就是這麼的 油油燥燥的 我們也可以是美美的做菜 也可以很優雅 所以待會兒我們來看看 宇童做菜就知道 怎麼樣優雅的做出一道好菜 來 我們宇童來 今天要教大家做的是什麼料理 嫩煎絲瓜與茴香花草 好 嫩煎絲瓜與茴香花草 那我們家的姐姐人很好 已經幫我把它 削好皮了對不對 削皮了 對 那所以我現在 我就只是想要把它 你不只那個人漂亮 你取的那個菜名也很漂亮 那我要把它切片 絲瓜先切片 對 因為我們這一道菜 它需要準備有哪些材料 它的材料 絲瓜 然後小菇 蘑菇啊 然後美白菇 紅喜菇啊 然後一點花草 還有綜合堅果 是 對 那它的調味料也非常簡單 就 鹽巴啊 甘油 所以你說的菇類就是 只要是菇類都可以嗎 對啊 都可以 1 2 3 1 2 3 4 5 6 好 它需要的量不多是不是 為什麼你還要數幾片 因為 這是我想要呈現它一種方式 對 就不是那種一大盤的 就是 可以擺起來美美的 那我們需要先開個火 好 那我下一點油 一點點 好 好 那我 可以把我的絲瓜 放下來 絲瓜是用煎的啊 對 然後 你需要長筷子嗎 我喜歡夾子這種東西 夾子 那我火 其實我也不想要太 火也不想要太小 因為太小 它溫度不夠高 它就出水了 那我就喜歡它有恰恰的感覺 嗯 所以我的火不要太小 就火用大一點 對 是不要讓它出水嗎 對 盡量不要讓它出水 不然就軟掉了 是這個意思嗎 好 有一點膠就好了齁 好 我先來切我的菇 頭稍微去掉 頭稍微去掉 你現在做菜的那個方式啊 跟你當時候做早午餐的那種清食的料理 有差別很大嗎 會有差啦 當然 東西會比較簡單啊 物不一樣啊 我要用剪的方式 因為我只想要它小小的 嗯 就它的那個頭就可以了 要滿像在花園裡面採花的感覺 是啊 看美女做菜就是不一樣 一般人就我拿菜刀 開始抖抖抖 然後這時候我調一點鹽包 好 好 我可能先丟它 好 我關掉 兩面都 有一點焦 對啊 就可以先拿起來了 好 先放旁邊 繼續開火 沒有什麼油喔 沒有什麼油喔 好 那就 再加一點油好了 我聞一下嘛 我覺得很香耶 有那個恰恰的味道 其實它這樣子才煎一下而已 對啊 就很香了耶 那個味道 有那個恰恰的味道 那我 香菇一樣喔 我不要太小的火 然後把菇類放下去 對 好 香菇一樣耶 火太小溫度不夠的時候 它一樣會 會出水 嗯 對啊 那沒辦法就鎖在 把水分都鎖在裡面 好 它也 不會香啊 東西不會香 所以你現在沒有去動它 你是要用煎的方式 對啊 我就要讓它傷著你一個東西 你一直去用它 它都還來不及恰恰 你又去用它 嗯 雨桐你是哪裡人啊 我住屏東 屏東市 你住屏東市 所以你都 來高雄上班 對啊 那你這樣回家不就很晚了 很晚 我每天騎摩托車 騎得好想睡覺 是喔 你們工作時間應該很長嗎 下班都這樣 九點十點 對啦 就趁夜可能都 九點多 開始 到晚上 等要吃三餐嘛 對不對 這樣很辛苦耶 已經工作了一整天 然後又要騎摩托車 但是我好喜歡 我好喜歡它 所以我不會覺得好辛苦 因為你喜歡這份工作 對 因為我太愛它了 我覺得真的耶 做菜你真的是要有興趣齁 對 不然你會覺得工作這樣好累喔 不是炒灰燈齁 是恰恰 對 炒味道跟恰恰不一樣喔 那在我們西餐飲食的話 就是 恰恰就是有一種焦糖化的那種效果 反正是有時候東西 這樣是好的 嗯 對啊 所以煎這個也要有耐心齁 如果是急性子的人 可能就很快點會一直拉 所以我說 我們做菜也是要美美的 嗯 也是一樣一點鹽包 胡椒粉來一點好了 好這時候我要關火了 有沒有好香喔 對啊 真的它這樣子煎跟你一直炒的那個香的風味是不一樣的 對啊 幹嘛有水 我一點水都沒有出來 有容器 嗯 要裝那個蘑菇嗎 好沒關係 然後我就先放在一起好了 好 那我要來調它的一個Sauce 回香 這個 這個 你可以吃看看它 直接吃喔 有沒有覺得它很像我們 台灣人的一個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吃看看吧 它的一種味道 你說直接吃嗎 對啊直接吃 就炒啊 就是什麼 欸 有沒有什麼味道 你有吃到嗎 我知道 下來 我知道 但是我說不出那個味道 是很水嗎 有人說辣椒 不是 一定要一點 一定要一點那個 八角不是 鹽包 太錯了 回香是八角 是嗎 李師傅 石螺 好啦 石螺 你看吧 不是 我是說它很香氣啊 然後加一點橄欖油 你同事 你說這是什麼 回香 不是 石螺 石螺 它不是八角 它真的不是八角 它是八角嗎 西餐西餐西餐 外國人 外國人就叫它回香嘛 石螺 對啊 它這個味道不是八角吧 不是八角 對嗎 有點 類似像 西餐吧 對不對 有沒有 有個很熟悉的味道 但是我說不出它是什麼 是嗎 好了 那我要來 盛盤了 還會生氣 這樣聞還好齁 吃了真的味道很重 對啊 這香草類的東西 要把它用在手心裡面 揉一揉 味道會出來 好 所以現在就可以擺盤了 對 我現在擺它 它放久了會不會出水啊 會啊 你看它就是有點軟軟的了 所以要動作快嗎 要趁早 對啊我們要好快 來我香菇上來 你看絲瓜 我們常見的絲瓜 沒有想到也可以 做出這麼漂亮的菜 都沒想到要用這種方式耶 真的 做菜也要美美的 真的 今天看你這樣子做菜啊 我想就是 要慢 對不對 不要緊 是也沒有慢 但是廚房工作那麼慢的話 不是 那個動作 會趕出去吧 不能像那個什麼 老黑 差不多在隔壁 就可以聽到那個 李媽媽在煮菜了 兜兜兜兜兜 然後那個 鍋子 鍋鏟啊 平平平平的 對 好 我要來放上一點 堅果 你看絲瓜軟軟的 所以我喜歡有一點 堅果 讓它增加它的口感 不要就是 軟軟的 就要搭配著堅果吃才會有那種 烤烤烤烤 太多了 而且這樣一朵花很漂亮齁 然後我們來灑上我的 調外油 我應該要拿一把椅子在旁邊做欣賞美女做菜 真的是 那我是應該說 賞心悅目耶 那我是應該說 如果你是男生有多好 真的來我幫你那個 攝影師等一下就來排隊了 來我放一點花喔 我好喜歡菜就長得 就美美的啊 加一點裝飾上去就不一樣了 對 這叫做玫瑰花 這個啊 雖然它玫瑰花的花瓣是有點苦苦的 但是我覺得 這個也是裝飾用嗎 對啊 裝飾用 不是說叫你拿來吃呢 但是它 它是可食用的 食用花 一般是看得看漂亮的啊 對啦 那你要吃它有何不可呢 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嫩煎絲瓜跟茴香香草 花草 對 茴香花草 漂亮你看看 跟人一樣美 謝謝 來 我們先擺這裡 再來第二道要教大家的是 第二道要教大家 紅果 紅果醬汁灰飯 搭馬鈴薯脆餅 好 它需要準備哪些材料 紅果醬汁 就是 紅果的紅果 那我就選 紅肉的奶的紅果 那會飯嘛 白飯 然後 我的馬鈴薯脆餅 就是我的 7-11買的波卡 喔 小七買的波卡兩一片 好 大概就是這樣 喔所以這道飯煮起來是紅色的對不對 喔對 它的那個汁 所以你如果用那個白色的就 沒有辦法有這個效果 對 好 那是 那是 這個飯是已經熟的嗎 對那是我熟的 已經 昨天晚上生下的 有冰果冰箱的 它需要用隔夜飯嗎 還是當天都可以 會比較好 因為你當天 當煮起來 飯太軟太熱了 喔太軟了 對啊 那我炸汁我就隨便 就快切就好了 來進來 加我的鮮奶 有時候我們做燉飯 它在那個燉的過程要加鮮奶 那我們現在就直接把鮮奶 跟那個火龍果直接打成汁就好了 對 喔 煎一下步驟 一樣很簡單 鹽巴就好了 好 好 好 那開火 湯匙 好 就這次 哇 欸這個 真的 好美喔 它不需要任何的什麼爆香料 我就 欸它那個 這一道燉飯裡面沒有其他的料嗎 沒有欸 火龍果味道 所以它就是飯然後跟火龍果 對 汁這樣子 對 就 就這麼突然 吃原味 對 像我們如果擋一個這個起來啊 比如說我有什麼東西也可以用這個來染色啊 做菜 做菜的時候 或是你清燙個 什麼菜啊都可以啊 青菜 青菜類 對啊 所以我們在吃這個燉飯的同時也吃了一顆的火龍果了呢 對啊 而且又加了鮮奶 又加了鮮奶 它超好吃的 沒有想到這樣也很對味呢 會 它可以的 它是可以很好吃的 吃一下它的味道 香喔 好吃喔 真的看你在做菜齁 我真的應該要坐在這裡欣賞 這樣看得到我 那其實那個飯已經是煮過煮熟的嘛 那所以 我不需要再 我是需要它熱 然後跟 跟醬汁有 混在一起就好了 那這個時候 我也把一些起司 加下來 讓它們跟混 我可以關火 妳如果在那個 比如說像鐵板燒之類的啊 還是那種 開放式的廚房做菜啊 前面應該做的一排的那種 難粉絲啊 我覺得我的起司 還要再多一點 女生最喜歡的起司 本來就是 它加的那個 起司 還會搁搁嗎 對啊 你看 所以它沒有要 要燉很久 不需要 因為我的白飯已經是煮熟的了 是熟的了 像我們今天用的是火龍果 那我如果是用別的水果也可以嗎 水果 比如說奇異果 那就變綠色的 但是奇異果 它的綠色可能會比較 沒有那麼明顯 沒有那麼明顯 對 好 然後我的主角是什麼 我的主角是波卡 你的主角是波卡 對 我想說是配角 我的配角是波卡 好 一樣重要 對 他們好搭 他們very very match 這是 妳是怎麼發現的啊 其實我沒有怎麼發現 我就不曉得 那它吃的時候 是要一個 波卡 配著那個飯 這樣吃喔 對 波卡當湯匙 這樣配著飯吃 對啊 好好玩 所以你看我的飯 為什麼那麼簡單 嗯 就是不要有其他的那個菜 去搶了它的味道 對啊 它就是非常簡單 其實我要想幫 剛才的建國 哇這個喔 妳 大概弄一大盤 給小朋友 他一樣吃光光 本來不愛吃飯的 誰當我小孩想挑食的 沒有 我 我兒子借妳養 一個禮拜 我還自己Q 欸我今天發現了這道菜 太好了 那本來吃半碗的 現在大概可以吃一碗半 默默的把飯多一點 一點茴香 這是茴香 外國人發明的 他們的在地食材 其實可以延伸到我們 東方文化來 它那個味道很好的 其實火龍果啊 如果不是素食者 如果是昏食者的話 嗯 火龍果它的醬是搭 搭個海鮮 搭也很搭是不是 對 它好搭海鮮 然後可能在調醬汁的時候 可能 再加一點那個檸檬 滴幾滴檸檬汁進去 他們味道好搭喔 海鮮類都可以喔 對啊 這個葉子好渴啊 它是愛心的 愛心的葉子 這是家裡種的嗎 對啊 然後我想要刨一點 它加弄起司給它 給我了 它起司配飯最好吃 好 好 完成了 來 嫩煎絲瓜與茴香花草的做法 一 絲瓜刨皮後切成圓片 蘑菇一開始 四 二 先將蘑菇 紅喜菇 美白菇煎上色 撒上鹽巴和白胡椒調味 三 絲瓜煎上色 撒上鹽巴還有白胡椒調味 四 將絲瓜鋪底 再擺上煎好的菇類 最後撒上綜合堅果 還有食用花草就完成了 紅果醬汁 紅果醬汁燴飯 搭馬鈴薯脆餅的做法 一 火龍果取肉 加上鮮奶 還有少許的鹽巴 先用果汁機打勻 再用濾網過濾 二 把打好的醬汁 加入平底鍋中 先加熱 再加入白飯 鹽巴 還有起司粉 拌勻 三 將鍋中的飯煮到略淡濃稠狀 四 盛盤之後 在旁邊 再加上馬鈴薯脆片 還有食用花草就完成了 好 我們今天 宇童來教我們做的這兩道菜 你看 看宇童在做菜 我們就相信說 其實做菜真的是可以 我們慢慢的啦 很優雅的 不要搞得全身都是油焰味 對不對 你看你算做完兩道菜 還是這樣乾乾淨淨 漂漂亮亮的 就跟這些做的菜一樣 好 今天非常謝謝宇童來 希望你下次再來教我們其他 更不同的料理好不好 好 謝謝你 也感謝觀眾朋友你們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會 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